按照政府以往认定萨吉拉雅族或是塞德克族或是泰鲁格族的程序 就是要先由学者进行各项的调查研究 再将学者的研究分析提交到行政院会内讨论 平埔族群积极要求证明行政院圆明会同样依照程序 邀集了学者调查研究 由动画大学原住民族学院多位助理教授调查分析 平埔族群取得原住民族身份的影响做出了几项结论 第一在政治权的部分平埔族群将具有原住民族的民族地位 而对于现今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影响 原住民族人口增加将增加原住民族自治区设立的可能性 有助于扩大民族主体性的落实 而现行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原住民名额 若平埔族加入原住民族人口将冲击立为选举的结果 另外地方政府可能因为辖区原住民族人口比例增加 而调整地方民意代表的名额 第二在社会群的部分 平埔族将享有原住民社会福利服务 就业服务 卫生 医疗保健等资源 而对于现今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影响 将可能提高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社会权预算 稀释了现有的资源 另外在文化群的部分 对平埔族来说 目前有族语教学或教材 族语考试认证皆需加入平埔族语 而行政院民会民族教育审议委员 需要新增平埔族代表名额 另外文化产业发展的部分 可以依行政院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补助要点 接受补助 而平埔族群学生也可以参加原住民公费留学考试 以及申请自费留学奖励 而对于现今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影响 政府所投入的资源不变的情况之下 所获得的资源将遭到排挤 资源将有可能变少 若政府投入的资源增加 所获得的资源将不会遭到排挤 而在土地群的部分 平埔族群在传统领域土地部分 将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得到国家承认 也可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的资格 并可以依法在原住民地区从事非盈利的狩猎 采集与利用水资源的行为 对于现今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影响 可能遭到传统领域与平埔族重叠 土地权利相互竞争的问题 在公庆会中针对这份调查分析 与会的平埔族群民众也强调 着重的是在平埔族群身份的认定 而学者表示目前除了族人展现了高度的自觉之外 是否取得原住民族身份认定 仍有待政府行政机关如何决定 接着整理报道